来自艺术 分享生命 欢迎进入艺术有声大学互动研习系统 1998年毕卡索完全导览系列讲座《低面》 这是一个壁炉上面的平台 各位如果看过西方的壁炉 它是一个壁炉的花边的平台这样构成的 它只是用了黑色的背景 上面用反白的方法 跟白色的背景用黑色的线去构成这个壁炉 如果你再继续看 这边有一个壁炉的炉口 看得出来吗 三度空间 壁炉的这个炉口 就是放碳的那个地方 你再仔细看这边 这里墙壁的那个花边 这里都有 连那个壁炉上面的那个贝壳性的装饰 这里都有 你再往上看 这里有一个壁炉上放了一面镜子 镜子的那个巴洛克的框 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男子 它也许把它的身体拆散了之后 做了另外一个拼接 可是事实上那个镜子 壁炉的台座 壁炉的炉口 花边的东西 它还是可以辨认 就是它还是利用几个分割的面 去把这个东西整理出来 所以我蛮建议各位 如果在故宫这次对综合立体主义要了解 我觉得在这张画前面 稍微看一下 就是它怎么把具象的东西切割 然后慢慢慢慢把它组结起来 把它组织起来的这个 重组的这个过程 好 刚才提到 立体派时期 比卡索影响了全世界 我们提到马列维奇的 constructivism 构成主义 我们提到 康斯定斯基的抽象主义 到更晚一点 蒙德里安的几何抽象 到1914年 意大利的未来主义 到1916年 瑞士这边的达达主义 几乎没有一个不受到比卡索的影响 大家都开始以前卫为标榜 好 比卡索开始 又忽然不前卫了 1917年 所有的人都呆住了 这个最前卫的大师 跑得最快的 怎么又回到古典 我们下面要开始讲 1917年 他又开始用点描的方法 去临摹一张古画 这张画是法国 17世纪的一个画家 叫Louis Lennan 所画的一个灵喜归来 就是天主教的故事 受洗以后回到家里的故事 那比卡索用点描的方法 去把这张画重新处理 所以进入了比卡索的古典时期 古典时期 什么原因比卡索又回到古典 非常复杂 我想我们可以找几个原因 我们越来越景象于 对比卡索的识不下结论 而是从几个原因去思考 比如说 有没有可能从1907到1917 十年的立体派经 他的实验已经完够了 所以他完够了之后 别人跟上来的时候 他觉得他不要再重复他自己 他又跑掉了 他又回到古典 他觉得古典跟现代 并没有那么大的冲突 因为他自己古典的技巧 本来就很好 第二个 也有很多人提到 1917年因为他又恋爱了 他爱上了一个 跳芭蕾舞的Oga 非常美的一个女孩子 然后在恋爱当中 一个人很容易 不那么理性 立体派的分割 切割那种理性的东西 好像不适合这个阶段 因为他开始用 很古典的方法 画这个Oga 我想这一张画 大概是故宫里面 这次会所有的人 最喜欢的一件作品 因为他真是漂亮的不得了 1917年 他们1918年结婚 他认识了Oga Oga是俄罗斯人 他是一个俄罗斯的舞团 在巴黎的一个舞者 舞蹈界的人跟我说 他舞跳得不怎么样 我说这个不重要 实在是漂亮 而且是个贵族 高雅 有教养 雍容华贵 皮卡索那个时候 非常仰望这个女人 觉得真是美极了 所以他画像了一个Oga 在那个时候 我们看到右手 轻轻搭在椅背上 左手拿着一个折扇 我希望各位到现场的时候 特别注意他那个身体的 那个薄纱的衣服 那个纱非常的薄 所以纱透明的 看到他底下 那个皮肤的那个白 衬着那个纱的那个质感 那种古典的技巧 到惊人的地步 你完全不能了解一个 刚才把立体派切切切切 切成那样的人 忽然又回来了 然后可以这么完美 我想大概恋爱的时候 舍不得切 所以就非常的美 那这样的一个Oga 变成她的一个 最早的一个爱情上 极大的梦想的对象 那Oga是1918年 后来变成她的第一任妻子 我不晓得是信还是不信 因为终于被她追到了 因为我想在皮卡索 所有的女性经验里面 Oga是一个女神 因为她是贵族 然后她极其高雅 有教养 然后在艺术上的才能 非常的高 那对皮卡索来讲 这样的一个女神 我们在看到画面里 几乎也把Oga 处理成一个女神 甚至用夸张的这种花案 这种图样 这种扇子上的颜色 去衬托那个Oga的那种 华贵的那个美的感觉 可是我想各位 大概会同意我的说法 如果你把一个女神 娶回家 蛮麻烦的 那它是一个爱情的 梦想的圆满结局 可是它也可能是 爱情的幻灭的开始 因为这个女神 一定有一个部分 不是女神 我想只有在 做妻子之后 这个部分会出来 所以皮卡索后来的 婚姻经验 在这个第一次的经验 等一下各位会看到 一些是非常有趣的 一个现象 而这个现象使他在 回到古典的 这个短暂的浪漫 一下子又破灭掉 所以我下面会让各位 看到Oga这次来台湾 另外一件素描的作品 那个时候结婚第二年 还是非常美的Oga 用一种非常单纯的线 画了一个 若有所思的Oga 身上披了一个披肩 双手抱在胸前 一个脚跨在另外一个脚上 我们看到那个线的 简单精准的线条 经过立体派分割之后 其实皮卡索 那个线更精准 我特别要提醒大家看 比如说像这个椅背的部分 他的那个线 跟他17岁的线不太一样 他有一点客观 可是他同时又能够把一个 椅垫的那种质感 跟空间的那个 那个质地 整个传达出来 所以在古典时期的 皮卡索 又把他前期的作品 跟立体派作品 又混合在一起 这个结婚两年的 Oga披着披肩 若有所思坐在那边 那这段时间 还是皮卡索 大概最幸福的时候 就是结婚的第一年 第二年 那带着Oga去旅行 到意大利 那这个时候 他透过了高克多 一个法国的诗人 Rankocteau 也是一个戏剧家的介绍 就认识了当时在巴黎 非常有名的 这个俄罗斯舞团 就是Oga的这个舞团 那这个团里面的负责人 迪亚基列夫 那跳舞的尼金斯基 写音乐的斯特拉文斯基 Sati 然后他就跟这个舞团 一起变成了伙伴 然后去巡回演出 皮卡索变成了一个 服装设计师 变成了一个 布景设计师 舞台设计师 他同时跟Sati合作 编了一个舞剧 叫Parade 游行这个舞剧 所以我们看到皮卡索 并没有只把自己定位 在很窄的美术 他同时跨越出来 跟表演艺术 做了很大的结合 所以这段时间 他其实蛮快乐 在新婚的那个幸福当中 他也觉得生命里面 还有很多 很幸福的追求 那别人说 你是立体派大师 你应该 只要画立体派就好 可他又跑掉 他觉得 好像生命比 艺术重要得多 他宁可去追求 他自己的幸福 的婚姻爱情 去追求他 跟这些好朋友 之间的这个关系 所以进入 他很重要的一个时期 就是古典时期的 绘画作品 好 所以我就顺便放进来 各位可以看到 他这段时期 1919年前后 他替 Diaghilev 这个舞团的负责人 画的像 还有他 非常好的朋友 就是Stravinsky 画的像 Stravinsky 这里面都可以看到 他这个时候 那种线条的一种 简练 随意跟自在 可是各位有没有感觉 跟他17岁的线 不太一样 不那么忧郁了 那个线比较客观 比较客观 我们再看他画的 Satih的像 Satih是跟他一起合作 做舞剧的 所以各位 其实如果这次 在看皮卡索的展览 我蛮希望大家 同时 家里可以听听 Stravinsky的东西 跟Satih的东西 就是20世纪的初期 音乐 绘画文学建筑 是一起的一个运动 所以你可以在里面 体会到什么叫做 皮卡索的革命 那Satih的东西 非常简单安静 觉得非常 非常好听的一种音乐 那皮卡索的很多东西 跟他有一种 很密切的这种关联 那Stravinsky 那种爆裂的那种东西 也跟皮卡索的东西 也很像 皮卡索在立体派的时候 有一种把画面碎裂 变成打碎的镜子的感觉 Stravinsky在1913年的 春之祭礼 在巴黎的 Chancellise的剧院演出的时候 最后是找警察 来维持秩序的 因为所有的观众 打起来了 因为有人认为 是伟大的音乐 有人认为是噪音 所以20世纪 其实面临到 前卫的艺术的时候 都开始有争议 我们注意一下 争议的开始 其实是不再有 艺术不再定于一尊了 没有一个绝对 比如说我们在解研以前 你会发现 没有人吵架的 可解研之后 大家对一个事情 是有不同看法的 这样的一个不同看法 其实是提供了 不同的角度 其实音乐上也是 美术上也是 它可能是一个 对于旧的时代的 完整的一种打碎 试图要借由 这个肢解的过程 进入到下一个完整 那在下一个完整 还没有来临之前 你会不习惯 你甚至想说 我宁可退回去 可是 也许不应该退回去 也许应该 努力地去了解 这个破碎的过程里面 怎么去重新组合成 下一个完整 我想 我一再这样去解释 皮卡索在这个时代里面 跟这些前卫的 艺术家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是 不是皮卡索一个 个人的革命的问题 其实是一个 20世纪西方的文化里面的 一个巨大的 前卫文化的一个革命 革命形态 这是他为这个舞台做的 布景设计的 这些空间的东西 所以他这个时候 跟这个舞团 到处跑来跑去 巡回演出 对他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 经验的拓宽 因为古典主义 等一下会发展出 那种巨大的人体 跟他在意大利 有直接的关系 受到意大利的雕刻 这些东西的影响 这张素描 是他画一个老画家 雷诺瓦 我们刚刚提到雷诺瓦 雷诺瓦在1919年去世 那皮卡索很喜欢 雷诺瓦的画 雷诺瓦在50岁中风 然后手就全曲起来 那个手已经 没有办法抓笔 所以常常把画笔 绑在拳头上这样画画 那坐在轮椅上面 那皮卡索一直很敬仰 这个老画家 所以雷诺瓦去世的时候 皮卡索就用 很快速的线条 画下了这张 很精彩的一个 雷诺瓦画像 我希望各位在故宫 这次可以比较 OGA的线 跟雷诺瓦的线条 同一个时期的作品 我们看一下雷诺瓦 这个时候的 老年的一张照片 坐在轮椅上的 一个老画家 那个手 全曲的 可是还在画 最丰满 最饱满的肉体 所以我记得 我自己过去 一直不是那么喜欢 雷诺瓦后期的作品 觉得他每次都把 那个女人的身体 画得好像要流出来一样 那种满到 觉得好夸张的感觉 那后来看了 他儿子叫 一个大导演 叫让和诺瓦 拍的一个 他父亲晚年的纪录片 忽然有很大的震动 就看到一个老画家 整个身体是抖的 已经没有办法 控制身体 站不起来 手也不能拿笔 然后用纱布 把笔绑在手上 这样去画 然后画出 这么丰裕的肉体 你忽然感觉到 其实那个肉体 也许在抵抗 一个衰老的东西 一个身体 逐渐衰老跟死亡的过程 那在年轻的时候 其实不会懂这个东西 其实每一个人 可能有一天会 面临到那个东西的时候 他会知道 那个风域的肉体的可贵 所以皮卡索 一直喜欢雷诺瓦 一直觉得雷诺瓦的 生命里面 有一种顽强的东西 好像要在那个病痛当中 找回到一个 很青春的 或者是健康 风域的 一个生命力的东西出来 那其实皮卡索 自己后来也是 在找这个东西 好 1920年 他跟欧嘎结婚 新婚 1918结婚 1920年 他们就到海边度假 皮卡索画了 这张三永客 这张画 各位如果去故宫看 你会吓一跳 好小一点 在这23公分左右 那这样的一张小画里面 他做了三个稳定的空间 天空 海洋 沙地 我们看到非常明显的水平空间 水平空间在绘画的构图上 构成一种稳定感 稳定感 刚刚结婚 对婚姻充满了 梦想一样的期待跟渴望 皮卡索这个时候 真是在一个古典的稳定当中 然后人非常的快乐跟自由 我们看到那个人体 是经过变形 然后在玩弄自己的长头发 然后天上飘着云朵 然后这些穿着艳丽的 泳衣的女子 已经好像在做梦 在梦想的世界 那这个女子穿着紫色的 在玩她的长头发 连那个石头都画得非常的柔软 好像棉花糖一样 那我想这个 其实不只是一个绘画的东西 而是皮卡索在表达 他自己那个阶段 刚刚结婚那种 幸福跟喜悦的感觉 所以这张画里面 大概是皮卡索 一生当中最稳定 最不焦虑的那个状态 可是这个很快后来又 又动摇起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刚刚一直讲 皮卡索其实是非常诚实 于自己生命经验的 他曾经跟欧嘎的婚姻 的确是美满 而幸福稳定的 那他也就画出这样的作品 那他也就画出这样的作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